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局势跌宕起伏,去年重创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后,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帮助下,逐渐稳住阵脚, 掌握战局主动权,控制地区面积不断扩大,如今,俄续两国军队已将作战目标转向最后一块较大的未收复领土,与土耳其接壤的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布省,同时也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最后据点,如果能解放伊德利布省,长达七年的叙利亚内战有望基本结束, 各方的博弈,也随着最后一战的临近日益激烈,叙利亚,排除万难,解放伊德利布8月30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到访,得叙利亚外交部长穆阿利姆在穆斯科举行会谈,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表示,目前已到了收复全境的最后阶段,叙利亚政府军会排除万难,拿下伊德利布省, 并尽量避免平民伤亡,穆阿利姆还重申,叙利亚政府军在任何行动中都不会使用化学武器,也没有化学武器,在俄旭部队的联合打击下,伊德利布省已成为反对派武装的最后据点,该省目前约有近300万人口,其中一半以上为反对派武装成员和恐怖分子,俄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 恐怖组织特别是解放沙姆阵线,利用伊德利布冲突降级区攻击旭政府军,还利用无人机袭击额再续军事基地,这种行为不可接受,解放沙姆阵线原名支持阵线,曾一度与基地组织合流,后奔道扬镳,该组织控制着伊德利布省部分地区,且拒绝和谈, 目前,去政府均已在伊德利布省外为发起预备性倾缴行动,为总工作准备,同时,巴沙尔政权还将与一些反对派进行接触,进行和平谈判,减少伤亡,俄罗斯,军演,会谈,多手段支持作为巴沙尔政权的重要盟友,俄罗斯必会大力支持其收复伊德利布省的行动, 据塔斯社报道,从9月1日起,俄罗斯军队在地中海举行为新一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25艘军舰和包括战略轰炸机在内的30多架战机将参加军演,这是自2015年俄罗斯参与叙利亚内战以来,俄海军在地中海部署的最强军事力量,俄罗斯此时举行军事演习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方面, 无路可退的反对派武装和恐怖分子必将负于顽抗,收复伊德利布省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除地面部队外,俄海上,空中力量将承担重要的支援任务,此时军演,可对俄军的作战能力进行检验,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预演,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地中海集结大规模的海空军事力量, 也是对外发出明确信号,俄罗斯反对西方国家对序的侵略企图,此外,伊德利布省与土耳其接壤,土耳其扶植目前盘踞在该省的反对派武装,希望将库尔德武装从叙利亚北部驱逐,在土叙边境建立安全区, 因此,土耳其反对续政府军收复伊德利布省,作为叙利亚问题的重要攸关方,土耳其的态度对于收复伊德利布省十分重要, 8月30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少伊古同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通过电话讨论了叙利亚局势, 9月7日,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还将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第三次三方会谈,协调叙利亚北部战事,如果能够争取土耳其转变立场,叙利亚内战进程无疑会加速,叙利亚最后一战打响, 俄罗斯和亲叙利亚政府武装对伊德利布的反政府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和炮击, 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伊德利布省持续反对派的最后主要据点, 与基地组织相关的武装HTS在该省住有1.2万名士兵, 2018年9月5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空袭伊德利布军事设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俄罗斯空天军轰战和亲政府武装炮击,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美联社报道, 9月4日,俄罗斯对伊德利布的反政府武装军事设施,实施了多轮空袭,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 俄驻叙利亚的赫梅尼姆空军基地周二发射地对空导弹, 摧毁了两架恐怖分子派出的攻击无人机, 同一天,俄空天军的四架战机对恐怖组织征服阵线, 原名努斯拉阵线,位于伊德利布的设施实施了高精度打击, 这也是三周以来,俄罗斯对伊德利布展开的首次空袭, 俄罗斯方面坚称空袭仅针对军事设施, 打击了征服阵线的武器库以及无人机发射的, 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则称空袭造成13名平民死亡, 9月5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重申, 俄罗斯空袭目标,为恐怖主义组织目标, 俄方今后还会这么做, 他表示,俄罗斯将继续打击叙利亚的恐怖分子, 不可能与恐怖分子达成和平, 我们不能允许伊德利布的基地组织追随者, 将恐怖主义输出到其他国家, 就在扎哈罗瓦表态同一天, 清旭政府武装对伊德利布西部和南部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实施炮击, 据路透社报道,为准备应对旭政府的攻势, 当地反政府武装以炸毁多座桥梁, 切断通路,自从收复南部地区后, 旭政府就将兵力转向伊德利布, 准备对该省的反政府武装发起总攻, 在叙利亚军队集结的同时, 俄罗斯已在地中海集结了十艘战舰和两艘潜艇, 其中多艘战舰都配有口径巡航导弹, 预计还有更多俄军舰艇向地中海开进, 形势复杂的伊德利布在持续七年的叙利亚内战中, 随着叙政府接连收复失地, 与政府军达成协议的多支反政府武装和受战组织, 都转移到了最后据点伊德利布, 据联合国统计, 伊德利布有近三百万人口, 其中一半以上的平民都来自曾经的反政府控制区, 从地理位置上看, 伊德利布北面与土耳其接壤, 连接阿勒坡、霍姆斯和大马士革的M5高速公路, 以及通往海岛拉塔基亚的M4高速公路均经过伊德利布, 俄罗斯的赫梅尼姆空军基地就位于拉塔基亚, 绿色为叙利亚政府控制区, 深紫色为反对派控制区, 前紫为库尔德人控制区, 随着不同派系的反对派武装先后撤网伊德利布, 预计该省目前有六万名反政府武装士兵, 但没有一支武装拥有绝对控制力, 在众多武装中, 从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努斯拉阵线演变而来的HTS-Hayat-Jaya-L-Sham 是伊德利布的主要反政府力量, 该组织控制了包括伊德利布首府伊德利布市, 与土耳其接壤的哈瓦口岸等关键地区, HTS在伊德利布驻有约1.2万名士兵, 联合国已将该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 对于可能面临的最后总攻, HTS此前已表示会战斗到底, 除HTS外, 伊德利布的第二大反政府恐怖力量, 是得到土耳其支持的民族解放阵线,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该联盟有反对HTS的各反政府武装组成, 包括极端组织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 和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 与此同时, 土耳其在伊德利布省内的12个观察点都派驻了士兵, 土耳其是冲突降级需担保国之一, 驻扎在降级需的土耳其士兵负责监督停火执行情况, 叙利亚政府军正向伊德利布集结, 准备拿下这个全国最后的叛军聚集地, 美国和俄罗斯也已分别派出舰艇, 在叙利亚附近的地中海东部对峙, 在叙利亚最后一战一触即发的背景下, 9月7日, 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领导人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峰会, 讨论叙利亚局势, 土耳其虽然参会, 但其作为北约成员国, 立场尤为暧昧, 反而与一直指责俄罗斯和伊朗的西方国家接近, 与此同时, 作为伊朗重要外部空间, 伊拉克局势再次不稳, 首都巴格达和重要城市巴士拉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 至今已持续5天, 当地时间9月7日晚, 抗议人群纵火焚烧并冲击伊朗驻伊拉克大使馆, 还冲入俄罗斯石油巨头卢克公司在伊拉克的油田, 劫持两名人质, 三方峰会为达成明确成果, 土耳其立场暧昧, 英国卫报9月8日报道, 在俄土一三方峰会上, 身为北约国家, 且自身在伊德利布有不少利益的土耳其, 力争在该地区实现停火, 并区分恐怖分子和温和反对派, 但俄罗斯和伊朗并未同意, 三国最终发表了一份措辞宽泛的联合声明, 呼吁各方支持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解决方案, 在峰会闭幕时的新闻发布会上, 普京和埃尔多安立场的冲突公开化, 普京坚持从伊德利布清楚恐怖分子是第一要务, 这一立场也得到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支持, 而埃尔多安继续敦促其他两位领导人, 在最后公报中显入停火内容, 盘踞在伊德利布的反政府武装中, 有大量新土耳其势力存在, 叙利亚西北部埃夫林已被土耳其占领多时, 伊德利布也盘踞大量新土耳其武装土耳其主张停火, 并将恐怖分子与温和反对派和平民需分开, 这一立场与西方国家接近,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 俄罗斯和伊朗的立场招致西方代表的谴责,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菲利·尼基·佩利指责俄罗斯正在主导死亡剧本, 并表示,对伊德利布的任何攻击都将被视为严重升级, 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弗朗索瓦德拉特·弗恩斯·沃德拉特警告趁, 叙利亚正处于深渊的边缘, 并表示,如果发生大屠杀, 俄罗斯必须承担责任,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斯·戴芬·丽丝发言趁, 在伊德利布发动军事进攻, 与联合国主导一个委员会起草叙利亚新宪法的努力不相符, 他说,如果通过这些努力, 我们只是看到了军事活动的增加, 那将是外交上的失败, 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贾法里, Ashaya Afari则直指土耳其为外国势力, 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趁, 叙利亚政府决心夺回本国领土, 把他从恐怖主义和外国占领中解放出来, 他说,那些为外国战斗人员入境提供便利的国家, 特别是土耳其, 有能力将他们从伊德利布省撤出, 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伊德利布地区的武装分子放弃抵抗, 他说, 我们希望能够达成协议, 我们在伊德利布地区呼吁和解, 希望得到倾听, 我们希望这些恐怖组织的代表, 能够明智地停止抵抗, 放下武器, 土耳其支持的民族解放阵线, National Front for Liberation, 发言人纳吉穆斯塔法, Nijiael Mustafa在峰会召开前表示, 他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预计这场战斗将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他说,伊德利布涉及很多国际势力的争夺, 每方都在关注自己的利益。